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冬季极光炫满神奇 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极光是在我们去北极的时候 在飞机上极光坐在我们的飞机底下一整片 圣诞老人村如童话一般梦幻 玻璃是特制的 它不积雪不积物 然后没有任何的很干净 然后就直接能看到极光 本集漫画集地带您去体验一下 浪漫北极 就像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一样 围绕北冰洋的有亚洲 欧洲 北美洲的大陆和岛屿 面积大概有800万平方公里 其实北极圈就是北纬66度34分 以北的地区都属于北极圈 所以去北极圈旅行还得分去哪个国家 比如挪威丹麦芬兰这些国家都是在北极圈的 所以你去这些国家旅行这是一个陆地旅行 这是一个概念 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是最接近北极圈的首都城市 其次是芬兰的赫尔兴基 挪威的奥斯路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所以大部分想去北极地区旅游的游客 首先想到的就是前往北欧寄国 挪威是在有一部分是在北极圈那 它也算北极地区的 那它的西海岸的辖湾的游轮 是一年四季都在走的 辖湾是冰川和海洋 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形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除了新西兰和智利等国 偶有辖湾地形之外 世界上80%的辖湾都集中在北欧 有着长长海岸线的挪威 向来有着辖湾之国的美誉 这里的辖湾美景 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 无论是从陆地欣赏 还是乘坐游轮游览 都可以领略辖湾的风采 你要去北京三岛 那就是更靠北了 大概能到北纬80度左右 那这是坐船去的 我们北极三岛的形成是 斯瓦尔巴 格林兰 河滨岛 这样的形成 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 位于北纬74度到81度 非常接近北极点 这里的朗伊尔城是人类居住的最北端城市 游客们会乘飞机到达朗伊尔城 登上游轮 从朗伊尔城向西南出发 沿着格林兰岛东海岸巡游 再向南到达冰岛的阿克雷里 在北极三岛的旅途中 游客们可以看到壮美的极地下湾 迷人的冰川 巍峨的群山 连绵的冰山冰降 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动物 在格林兰岛上 大家可以参观当地的小镇和村落 了解原住民们补经的历史文化 乘坐游轮期间 除了酒会、甲板烧烤之外 船方还会组织跳海、皮滑艇巡游等 丰富的船上和海上活动 虽然北极三道游轮巡游的时间是夏季 但天气情况也不太稳定 大雾是经常会出现的 当天气好的时候 由于正好有极昼陪伴 太阳在天海之间徘徊的特殊景象 会让整个旅程的夜晚浪漫而神奇 跟极昼相对的是极夜现象 也是很多旅行者向往的景象 在极夜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极光 所以大家想看极光 一般都是去北极地区去看 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就是北欧三国 大家主要选择的是芬兰 挪威 瑞典 这几个地方看极光 还有就是冰岛 这也都是看极光比较大家常去的地方 极光是一种绚丽的发光现象 在地球两极的天空中最容易出现 由于南极的冬季基本没有游客前往 因此大部分游客都是到北极地区看极光 但是看极光也需要碰运气 不是每一个到北极旅游的游客都可以看到 极光是跟季节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然后呢极光还跟天气情况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否云层啊 然后是否清朗的天气多一点啊 所以它是有数据统计的 因为它的比如说不易有云啊 然后又容易它就是在北极圈上 然后又极光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它是大家可以是按照这些数据性的东西 来选择你理想的目的地的 跟天气预报一样 极光也有预报 现在很多手机应用都可以预报极光 极光在天空中的状态也不一样 有时候是带状 有时候是弧状 有时候是莲木状 它的动跟我们看云在动差不多 可能比云的动还要少一点 你要盯着它看 你常常看可能你能够感觉到它在动 极光的颜色也会变化 大多数的极光是绿色 也会有蓝色和红色 偶尔还会出现罕见的紫色 你能够感受到它好像在动 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次极光是 在我们去北极的时候 在飞机上 极光就在我们的飞机底下一整片 就是你眼前能看到的地方 基本都是有极光的 在冬季的北欧 芬兰的圣诞老人村是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每年源源不断的游客 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 都想一睹圣诞老人的真容 圣诞老人村是芬兰旅游局打造的一个概念 因为实际上大家也不知道 圣诞老人到底住在哪儿 但他就说是住在他们的一个圣诞老人村 所以它这个旅游概念打得非常好 而且在北欧地区的旅游来说 芬兰是做的是比较好的 冬季 圣诞老人村被厚厚的雪层覆盖 你可以看到高耸的圣诞树 看到坐着雪橇的圣诞老人从身边划过 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里 大家可以买到带有芬兰和圣诞特色的礼品 还可以在村里的圣诞老人邮局 买到各种充满童话色彩的邮票和贺卡 可以从这里寄出一张有意义的明信片 圣诞老人村的酒店设计得非常独特 与整个村子的童话世界主题相辅相成 包括它最经典的那些玻璃屋 它那个玻璃屋是打造的概念 是我躺在船上看激光 就整个屋顶它是用玻璃给你弄的 而且那种玻璃是特制的 它不积雪不积物 然后没有任何的很干净 然后就直接能看到激光 在短暂的白天时间里 游客们可以在附近滑雪 也可以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冰雪活动 迷路雪橇 就跟圣诞老人的一样 然后因为北欧那边 它有很多巡路场 然后我们就会做那些巡路雪橇 然后还有哈斯奇 因为他们北欧那边 他们是有那种雪橇狗的比赛的 他们是那种精兽型的那种犬 实际上但是特别好玩 除了北欧 环北极的旅游认为目的地 还包括北极圈附近的北美地区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 这里景色壮丽的国家公园 文明侠儿 也有很多邮轮可以选择 加拿大西北地方的首府黄刀镇 也是冬季观赏极光的最佳地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